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裡 太太招了 我是太招 我是皓然 其實我追蹤你的 Instagram 非常久 因為你知道 Instagram 就是你如果加了一個帥哥 他就會推薦你十個帥哥 真的 我就這樣 假假假假假假假 而且我跟你講 我追蹤你的初期 我不知道你是馬來西亞人 喔對 好像蠻多人都不知道 但是後來我看了你的現場動態 然後聽到你講話口音就覺得 好熟悉 因為我的大學的直屬學妹 就是一個馬來西亞的華僑 其實馬來西亞來台灣念書的人非常非常多 嗯 對 對 但是他們都是念那種新聞系啊什麼 喔就是 郭媒體 就是畢校啦 我們學校就是傳播細索 大叔為什麼會想要來台灣 就是我一開始想去的是日本 你說去 跟二哥一樣嗎 對 大家看場景 你看到二哥在那邊 其實因為日本太貴了 所以就沒辦法 就就進到台灣 從幼稚園開始就開始打電動了 因為我媽是為了不讓我到處跑 然後她就只好買一個電動遊戲給我玩 你說你媽跟一般的媽媽相反 就是一般的媽媽不休息還是打電動遊戲 媽用電動控制你的行動 因為我 我以前是住在那種很鄉下的地方 所以你是住馬來西亞哪裡啊 吉隆坡的外圍 所以你是住在首都的外圍 就像樹林 台山欸 你知道這是哪裡嗎 沒有 樹林 台北 新北市的樹林 不是 不是Boris OK 我剛剛想傻眼一下說 欸你來台灣生了你 不然樹林這地方你也太沒禮貌了嗎 沒有 瞬間沒有get到 我來台灣的時候 很多人都問我說 這樣他是住在樹林裡面 你說真的有人這樣問你嗎 對 一開始我可能覺得他這是開玩笑的語氣啦 就說實他是真的 他真的這樣覺得嗎 他可能覺得也沒有大城市這種東西 因為講到馬來西亞 大家確實會覺得跟新加坡相比 好像可能新加坡比較繁榮 對 每個人都覺得說 像明星那些啊 孫燕 孫燕子 林俊傑他們來自新加坡 對 但是蔡健言他們也是把他歸類為新加坡 蔡健言不是新加坡人嗎 蔡健言是新加坡人嗎 戴佩妮吧 不是 戴佩妮 還有梁靖茹 我知道戴佩妮 梁靖茹都是馬來西亞的 可是你知道 因為戴佩妮 梁靖茹 他們都有一種純樸感 所以可能就會讓人家覺得 他們比較不像都市人 因為我會聊這個問題是 我很久以前 我還記得大學的時候 然後我們家在烤肉 然後那時候新聞就來播說 台大的一個馬來西亞人 巧聲 發生了什麼事情這樣 然後結果 我們家就有一個親戚就很大聲的說 蛤 台大也有收馬來西亞人嗎 我就說 怎麼了嗎 我們學校也很多啊 現在很多學校都有收 各個地方來的學生啊 怎麼了嗎 然後就說 沒有啊 馬來西亞人是東南亞人欸 什麼什麼的 我就說 我已通台亞人 怎麼了嗎 一瞬間 大家就安靜 因為我就是對一個德高望重的長輩 質問他 我說 我告訴你 我直屬學妹就是馬來西亞人 你卻好好解釋清楚 但這樣直接話 你現在就是田舟騎士 然後就 場邊鬧得很尷尬 可是後來我就發現 欸 確實有一些台灣人 他們是不了解 就因為台灣人其實很奇怪 台灣人跟聖地固的 對於東南亞 有一種歧視的存在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這種感覺 我的case比較 沒你那麼嚴重 他們反而是 直接不知道馬來西亞人是什麼 所以他是完全不知道 馬來西亞的文化或什麼 所以他知道我是馬來西亞人 就說 欸 你中文好好 我說 我不因為我是華僑 很多人問我說 欸 你是馬來西亞人 那你是馬來人嗎 馬來西亞人基本上分 華來人最多 再來是華人 但華人又分各個地區 然後再來第三多有點亞裔 是印度人 對對對 那你們生活在馬來西亞 會不會覺得跟馬來人合不來 這又牽扯到政治的關係 華人沒辦法當首長 就等於馬來西亞有排華的情況 曾經有過一次 但是現在就比較 怎麼說 假評等一點 對對 假評等 因為其實我有很多粉絲 是來自馬來西亞對不對 然後他們常常會私訊我 跟我說很羨慕台灣的 同志風氣怎麼好 雖然我們在台灣會覺得 我們也其實這一路走得很辛苦 可是其實在馬來西亞 或是其他國家 問來更誇張 就好像那邊同志的處境 是很嚴重 有分欸 如果你是華人同志的話就還好 因為馬來西亞的法律 有分民法跟伊斯蘭教法 如果你是馬來人 然後你又是同性怨 被發現的話 你會處於疾行 我之前有看到有兩個女同志 在法庭上被編留下 如果是一般民法的話 女生不能公開實行那個編行 但是伊斯蘭教是可以的 所以如果是華人的同志 在馬來西亞 就處境沒有想像這種可怕 對 就除非有人告你 極見 可是社會風氣是排斥的對不對 現在好像還好 以前可能大家不太了解 同志這件事情 但是沒有到說 像那種基督教徒那麼的 更談同志這樣子 那你在馬來西亞有同志朋友嗎 有啊有啊 所以他們活得好好的 對對對 那他們可以公開在街上手牽手 不行不行不行 我覺得是不好啊 我覺得是不好 可是一般情侶 一般男女也不能公開牽手 不可以 馬來人不行 但華僑可以 華僑可以 所以馬來人就更討厭華僑 因為就覺得 為什麼不平等待遇這樣 對啊 你知道我們今天來上了什麼待遇嗎 這是鮮肉時間 怎麼了 很緊張是不是 對 我們在IG上 就是有很多非常好看的照片 馬來西亞很熱 熱到沒有一年四季 對 現在小畢先講 是太多了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個 喔 這裡好熱 欸你們知道我每次 為了要合理話 偷掉你們這些來賓的衣服 我都要想很多理由 我上面直接寫 聽說馬來西亞很熱 大家都穿很爽 但你現在穿這樣是不是太多 那馬來西亞很熱 這到底是什麼角色 而且是我自己想 好啊 應該說你記不記得 跟大家展現一下你現在 因為我想講一下你之前的衣服 其實你平常上班 一本不是穿襯衫 打零帶 可是因為你之前有一些 廣告啊 或是一些影片短劇 你都是以一個上班族的形式 對 大家比較想要看我穿襯衫 拍影片的時候衣服可能也是更合 我拍影片的時候會穿比較小 很緊 你穿 你拍影片的時候 你的胸肌是長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想說 哇 這個人穿襯衫很帥 而且你應該是男女朋友吃吧 自己一個下班剛回到家 今天好熱喔 回家好熱 好熱喔 很好啊 你現在是很緊張是不是 害怕你身材不好 對啊 因為前面剛剛有一個 有六塊附近 還有那個什麼正版 還是我要請二哥進來 逼死我 不會啦 可是你的胸很漂亮啊 我也是不太好意思 太為難 第一次來我節目 也來 你知道我怕這個節目如果太可怕 我怕以後就不得我來 就只是黃標 對 但我說坦白 然後我今天真的很開心可以 雖然認識你 因為第一次見到你 本人比我想像中的親和非常多 我以為我照片已經算滿親和的耶 可能帥哥都會有一種距離感 但是二哥長得像小朋友 所以 就是會覺得二哥這個人 一看就知道他是比較親和 二哥怪 二哥是相對 覺得很好親近 對 就是感覺可以讓他做一些 奇怪的事情 對 像這樣之類的啊 你上次必動我失敗 還以為我要躲這邊 反正會變 你這次畢動浩然快點 就幫你們謀福利好不好 來來來來 你這樣子 然後你畢動完之後 就會跟他爛 你是要我畢動 天啊 他爛很可愛耶 他不是說日本人都很保守嗎 都很迷茫嗎 就說 欸 要做的啊 好 改做吧 對啊 就是 所以你一聽到他問完問題 比較立刻的神奇大發 我只能做 太好了 有人問你要不要 其實你真的是中咖 你不要做 喜歡這影片 不要忘記連按讚 打批評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追蹤到的歌 以及浩然喔 掰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